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凯文DOTA第一视角 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个英雄呢 是一个可以说是全DOTA爆发的代名词 它的名字叫做宙斯 基本上提起爆发 大家的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宙斯 莉娜老陆这几个法系高爆发的英雄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英雄 首先他从初始的属性来看 他就是一只弱机 初始的三维不高成长也不高腿还短 攻击距离还短 关键时还是个前摇很长的一个弱机 总体来说就是弱弱弱弱弱 但是呢他的技能很牛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都以一个满极为例 这个弧心闪电满极145点 伤害跳跃15次 感觉这个伤害挺低的 去掉魔抗基本上也就只能打那么将近100多点血 对吧 但是他的冷却时间是非常感人的 1.75秒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引压一炮 引压一炮是300点伤害 然而CD是10秒 这个是1.75秒 大家可以用他乘以一个6或者乘以5 然后再看看这个145乘以5或者6以后伤害有多少 就知道这个宙斯这个C究竟在团战之中能够打出多少输出了 然后二技能呢闪电机是这个宙斯一个单体的高爆发的一个来源 这个技能有一个特点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他有一个带晕眩效果 0.01秒 那么什么意思呢 可以我们简单的理解为 可以打断TP 可以打断对面的一些需要持续施法的技能 另外呢 还能拥有一个真势的效果 也就是说 如果觉得这里有一个隐身单位或者有眼 你可以往这里记一下 这样能够帮助你翻影或者拍眼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技能最高的地方叫做伤害啊 四季化350的单体伤害 基本上是仅次于这个Tinker的激光啊 以及极个别可以加伤的这种这种技能 然后的话 CD也只有6秒 非常短 所以这个英雄主力的两个输出技能CD都非常短 而且伤害很高 所以这个英雄输出很高 那么问题来了啊 可能很多法师在前期 大家都很脆的时候很如鱼得水 但是到后期就感觉很乏力 然而宙斯并不是一样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技能静电场 这个技能啊 每当宙斯使用任何技能 也就说白了 就是CGW这三个技能任意一个啊 你只要再释放技能 就可以让周围1200码的范围之内啊 以宙斯为原心 1200码大概就是一个跳刀的一个范围啊 这个很好理解啊 损耗一定百分比的一个当前生命值 那么这个技能有点好有点不好 好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说如果在团战第一波的时候啊 就打个比方 对面都是满血嘛 那么他的当前生命值达到是3000点血 但是满血也是3000 那么就能打到一个3000点血的11%的生命 那么是很高的一个伤害 就是说这种能够有百分比的伤害的技能 他通常都在后期不会太弱啊 不会因为这个时间的递增而这个伤害变低啊 因为你知道你前期如果对面是500点血啊 你一个CGW基本上对面就要回家了 但是到后期一个3000点血 你很可能一套秒不得要被人 然后对面就把你给秒死 这就是法师为什么 大部分法师在后期比较乏力的一个原因 但是宙斯一由于用纪念场这个技能 可以使他在后期依旧非常活跃啊 就是因为他有百分比他技能 但是这个技能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跟小狗的盛宴一样 他是计算当前生命的百分比 如果这个单位的一个血当前生命只有一半的话 那么他这个纪念场就打不出那么高的一个伤害了 当然话又说话了 如果他血只有一半的话 基本上被你这个G也PD也够惨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英雄基本上 总体来概括就是一个超高爆发的一个英雄 大招更好理解了啊 就是打对面全体英雄 每人给他一个雷击 但是这个技能的话 可以利用神杖来增加杀害 但一般来说不推荐 因为仅仅只增加一个杀害效果 却没有一些别的附带的 比如说什么减CD啊 或者一些增加一个充能的这种效果 所以宙斯出蓝杖还是很少的啊 当然在这个版本拥有一个法系神器玲珑星之后 基本上每一个宙斯都是必出的 大家知道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因为他这个每一次施法都能够出发纪念场 所以的话玲珑星能够减少三个技能的CD 能够让宙斯更频繁的出发一个纪念场 所以我们基本上将宙斯这个英雄都是定义为一个中单的二号为核心法师 团队中起到一个主力的输出作用 然后评价一个玩家玩宙斯玩的是否好 其实也很简单 也就是说说白了 你团战能把蓝打空 而且都打到该打的单位身上 那么基本上宙斯就合格了 所以呢这个英雄基本上出装有两种 其实也就一种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起脸流的宙斯 大家知道法师通常是被战士追着满街跑的 但是呢 有一句话 他日冰女出蝴蝶感笑 虚控不后期 一个短腿脆皮法师能够哪一天跳到人家脸上 像宙斯这种 从一个战士人对他释放技能把追着满街跑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呢 宙斯的这两个技能 吃法剧都仅仅就700 并不是特别的长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出一个跳到能够帮助他更好的一个打切入 以及一个打追击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基本上这套装备是他一个必备的一个装备 鞋子跟玲珑星加跳刀 雪晶石的话 开始跟大家说了 一个能把蓝打空的宙斯 基本上啊 就算是一个好宙斯了 但是你如果蓝打空的话 如果团战还没结束 那么就比较尴尬了啊 可能对方的魔抗比较高 对方的奶妈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 一颗雪晶石为你提供的一个能量 能够让你团战更加不停的输出啊 因为这个 DOTA中还其实是一个偏向于鼓励进攻的一个游戏 所以的话呢 你奶再厉害 基本上还是没有输出高的啊 然后呢 这一套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宙斯 一个最强的一个输出型的套装啊 呃 团战基本上就是WCG三连啊 配一个5G红刷一次 再来个WCG三连配一个红杖 基本上一个人可以打出全队 50%甚至70%的一个输出都是可能的 然后呢 当然这个装备是死的人是活的 有的时候 你打比方 如果对面的那个 呃 这个干客啊 或者什么比较猛的话 你可以出一个杂技三件套啊 跳刀吹风加推推 那么团战的话你可以不停的秀对面 并且让自己不停的输出 当然 纯论一个单体输出 肯定是比不上这个刷新加5G红的啊 呃 那么这个出装的话都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也就说到这里 那么今天这一局呢 是一个高分局啊 队友是非常的给力 我自己打的也很舒服 感觉比较行云流水 啊 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 相比于之前的一些虐心局 感觉啊 那么这里又说坏了 最近这个电竞圈也是流行着一句话啊 打的不好 还不准骂啊 这个难道用爱来感化啊 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短语 虽然呢 现在这个都是不提上喷人啊 但是总的来说啊 有的时候啊 菜的太可耻 确实也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也不说这么多啊 另外也是说一下 各位如果需要有啊 陪练或者有这个有这个购物需求 都可以加这个屏幕 中央我的一个私人微信啊 现在的话 我个人也是在啊 做一些这个衣服裤子啊 鞋啊 包啊 表啊 首饰啊 眼镜的一些这个 呃 一些声音啊 然后你像这些比较知名的运动品牌啊 阿迪耐克啊 这些什么东西啊 新百伦彪 瑞布啊 亚瑟士 Air Jordan 这些都有 然后一些潮牌啊 或者一些疲倦也都有 所以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不妨加我的微信来看一下啊 那么呢 呃 话也不多说啊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第一视角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没人理我,是没人想玩不玩 超皮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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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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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